啊 那还有什么他说的我们可以去看看 在这我们只是用了这么几个 那他只有这么几个吗 他有很多 他有很多 我们来介绍一下他说 他说在哪呢 在这 我开了一个大部分的网站 大部分的网站 你发现他现在已变成阿华奇了 大部分的阿华奇的 我刚说过 他最终会把他共享给阿华奇是吧 说明他已经共享给阿华奇了 好 在这 你往下滑 往下滑 这里有一些使用说明 使用说明 都是中 你看到吗 有差一字 有中 你把看着差一字 把它全点开 全点开 你可以看到 这里面各自有什么东西 这里面说的东西 这里面分别就是 搭配了一些事情的东西 比如说你如何提供消费者 这些东西 怎么去安装 怎么安装 在这边一个一个东西都有 都有 包括谁扩展 能有扩展 怎么整个都在这 对这包括他的实际原则 以及这边的 好 这边的 比如说我为什么就能那么显然 我为什么知道他有那东西了 你可以看到 在这边 我都是通过这来看的 这一个名字 只不过这里面这个地址是另外一个地址 是另外一个地址 这就是说我们用的不是那个什么 多克本 它是里面只不过用的不是多克本而已 这东西 你可以看到 他可以支持个人东西 然后还有什么别的东西 他有些启动式检查 启动检查 就是我们这个启用的时候 启用的时候 这个tack tack 默认知识 tack tack 默认知识 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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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用失败的 会启用失败的 会启用失败 你看到 启用失败 这就叫启动式检查 如果你在上面给他加一个tack tack 然后为foss 这个 这个里面有个tack 你可以加上为foss 那么他就不会检查这个东西了 他就不检查了 好 这是他 然后呢 下面还有一些什么鸡群 鸡群 什么鸡群呢 就是我们如果有那么多个提供者 多个提供者 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如何融合 如何重视 咱们去找到 这边都有一些配置 你写 它有各种配置方式 这么多配置方式 你可以写这么多这些东西 写这些名词 给配偶取下 就写在这 就把这个 这个前面这个词 给写过来去了 写过来 那他分别代表什么 你如果有 你的提供者 如果有多个的情况下 他会出现什么情况 失败的时候会怎么样 再一个 再一个就是负载均衡 他那边也有负载均衡 他不认的是什么 随机套法 轮循 随机套法 就是你如果你提供者有很多个 我怎么去找第 第几个呢 他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去找 多少方式找 那也是一样的 在这儿 你发布的时候 是如何发布的级别 引用的时候 去怎么引用 都可以去设置 然后还有一些 比如说在这儿 还有什么别的坛数呢 他还有好多坛数啊 这下这些service 这他说介绍 介绍 就是你去写那个 达宝斯表现的时候 上面可以写什么东西 你都可以在这看 你都可以在这看 还有一些就是 都可以帮助的中心 参考 你怎么去配置都可以帮 怎么去引用都可以帮 怎么去写他 怎么去写他 然后呢写各种东西 都可以在这看到 都可以在这看到 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 如果你的zokeeper是鸡群 什么意思呢 我们现在有个单机啊 我只有一个zokeeper 所以我这里写了一个地址 写了地址 如果你是鸡群 该怎么写呢 就这么写 如果你是鸡群 如果你是鸡群 你的zokeeper搭鸡群的话 你就这么写 这么写你的地址 把前面是主 后面的是 每个都是主 因为这每个都是主 把你的主都写在这就行了 这样他会在三不同的zokeeper之间进行注册 相互进行找 而且他还可以使用什么 redis都会注册中心 你们也可以来看看 他上面有好多东西 但我们最常用的最常用的就是这几个 但是这里你得换成 鸡群 就是刚看的明明是zokeeper开头 你能看到都可以不开头是这样的的 你能看到都可以不开头是这样的的 你可以看 他有两种写法 一个叫zokeeper开头 后面加协议地址 一个是什么 分开的 其实就把什么 把这两把这一段拆成了两个参数 成两个参数 你可以和这一块可以写 什么你看 你要么你这么写 要么你就要这么写 要么你就这么写 这里写多个州的中心就OK了 多个州的中心 这是zokeeper集群的情况下 你怎么去配置zokeeper 剩下事情就和以前一样了 和以前一样 你就发布服务调用服务就行了 发布服务调用服务 那以后你的项目中可以这样去不断的发布 不断去用 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 好处就是我这一个服务发布出去之后 你只要想用的人 你只要来调就行了 你不需要在你那边再去写一套 就像我们的百度一样 百度账号系统在出来之前 百度已经有很多功能了 百度账号出来之后 它又新加了一些功能 那如果我们不去服务的话 你每出现新功能 你要当中写一遍账号系统 那很麻烦 那他将账号系统 发布成远程服务之后 直接来调就行了 直接来就行了 这是我们去拆分一个分布设计上面的一个原因 之一 原因之一 就是我们可以快速的去 躲塌 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简单的一个 示例 示例就是我们打包怎么去使用 怎么去使用 怎么配置 可以将我们的分布室给它发出来 我们今天晚上就讲到这 啊 讲到这 明天 明天 后天晚上我们改给它换一下 换什么呢 因为你现在我现在用的是什么 MUC的方式 后天晚上我们给它换成什么是BOOT的方式 去改一改 什么是BOOT的方式去改一改 然后呢 打一个小广告 是吧 打个小广告 这是这个加的这个 我们推的一个在线课 是吧 分了四门课程 分了通加了基础 加了Web 以及框架 还有我们的分布式 有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来买 可以分开买 也可以啊 一块买啊 可以分开买 可以一块买 一块买的话只需要4200 分开买的话 你希望买哪个 你就可以买哪个 好你想买哪个买哪个 呃 那今天我们这个课呢 我们先说到这 大家有问题的可以啊 问我一下 有问题可以问一下 就是针对这个 今天课程 有问题的 我们为什么要去这么使用 或者是 呃 不这么写可以吗 啊 这里的有问题的来 可以啊 问我一下 大家有问题吗 分组 你想怎么分组 啊 你想怎么分 嗯 你说你得告诉我 你这个分组 你是指指指这个吗 这个个肉吗 呃 这个是嗯怎么说呢 嗯 他的分组 主要的目的啊 主要的目的 嗯 可能就是稍微细化一下 这个服务是可以引用 哪个组里面可以用啊 比如这个 你看 假如说 这个服务 如果我不加总的话 只要任何人知道他是谁的 都可以去引用他 加了总呢 必须这个组里面的才能用 啊 加总是这个组里面才能用啊 呃 别的没有什么 太大太大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功能 他主要是做了一个更加细分化吧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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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 哎 控制 就不是说你想来拿这个服务 你能拿到他 好 说给你做一个控制啊 他没有什么其他的太多的含义啊 你现在还好 嗯 嗯 还有 还有什么吗 啊 不客气啊 其实你可以 没事 然后你可以看这个文档 因为咱们用的框架 很少会有中文的这种文档的 呃 你可以来这里去 看看远程调用的还需要考虑协议吗 呃 我 我首先问你一个 你所说的这个远程调用值是什么 像我们的web service这种去调用呢 还是说 呃 什么方式 比如说或者我用http自己去写的这种 我们现在考虑协议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懒 是吧 我们现在考虑协议的有一个原因是我们懒 我刚说过我们为什么懒呢 最早我们如果出一个远程服务 你看到像这个这个 我这个web这两个分开 他的两个不同服务器之间要通信必须通过网络 那我必须手动去写网络请求 是吧 当然网络请求呢 这个协议的我们就不需要考虑了 因为我们自己之间珊瑚怎么通信 我们自己一定就行了啊 自己一定发什么格式的一些数据过来 我们自己一定行了 但是这样的小话就会出一个问题是 我要定用的话很麻烦 我需要自己去封招框架 封招等等东西来封招那个 否则的话我需要在每个项目里面 或者每个方法里面都需要去加这种网络请求 自己每次都写太麻烦 那要么你就写框架 那写框架呢 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好累 我不愿意写 那怎么呢 我们说一说我们才会用的其他人戏好的那种 比如说double 我们用他们的时候才会需要去考虑协议 因为你现在在用别人的东西 不是你的 你要遵从别人的规范 所以你要遵从别人的协议 其实你用自己的话 你自己也有自己的协议啊 只不过我们没有把它称之为协议而已 只是我们自己在公司内部定了可能定了个标准 其实个标准就是个协议啊 是吧 协议不是一个约束吗 对吧 在你远程的调用的时候 是否考虑需要协议取决于 你在调的这个东西 是你自己写的还是别人写的 如果是别人写的 你一定要参考它的 如果是自己写的 你们双方自己定好就行了 这个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想问的是这个问题 不再一个句话 我这个 这个和在不在一个局务网里面没有什么关系 和在不在一个局务网里面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现在演示啊 演示只不过因为现在在一个局务网里面演示的而已 正常你把这个 把这什么 你把这个服务啊 因为我们有阿里云的服务器 我有啊 就是你可以把你这个 都可以本注册到阿里云上面 阿里云上面 然后呢 你在这边去发一个服务到阿里云 然后让你另外一个朋友 让你另外一个朋友 在 在他的那边去连你 正常情况下 应该是可以连上的 我只说的是正常情况下 有特殊情况下 什么特殊情况下呢 你像我们现在的电脑 我们正常工作电脑 它其实是在一个子集的局务网里面 在局务网里面 而我们的服务器呢 正常的我们服务器都是独立的公网IP 独立的公网IP 那么他可以直接去找到IP 那我们如果在这个 在这个什么呢 在这个自己的你说 我自己的电脑上面是吧 写个东西 我上面还有一个 自己加了一个路由器 那对路由器他访问的话 实际上他访问的是谁 访问的是你的路由器 他并不到不了你的电脑 他最终可能会连不上你的这个发展那个服务 那你要想做的话 你必须在自己的路由器那部做端口音设 啊 端口音设 因为他是在找那个端口嘛 比如说你的公网IP是1.2.3.4 而你在你家里的居民网的IP 设计的可是192.168点多少 他其实访问到你192.168的 他只能访问到你1.2.3.4的这个路由器 然后你在访问123.5这个端口的时候 他也到不了你自己的电脑 因为他访问的是路由器上面的那个端口 所以我们需要做个音设 就把路由器上收到123.5这个端口来的数据的时候 我把它转发到我内部 就是你内网你的电脑上的123.5端口上面 这样子你外网的朋友 访问你的时候就能访问到了 这是我们家里这种个人电脑的情况下 是这样的的 但到了真正公司里面 你公司一定是有独立的服务器 他们都是公网的 访问这IP就直接访问到这个服务器了 并不会出现我们刚刚说的访问到一个路由器 但是我要找路由器下面电脑的这种情况 所以你不需要什么考虑 不在一个端云网里面 你不用考虑这个东西 他最终在公网上也能找到对方 因为我们现在这里是通过IP访问的 居民网里面IP和公网IP是一样的 要的 你到了公网上就访问公网 到了居民网里面就访问居民网 这没有什么区别 这个和协议没有什么 太大关系 其实他最终组的还是IPP系一样 还有什么问题 其他同学 如果没有人有问题的话 我就下了 其实是这样 就是他主要用来发起网络请求 他在内部里有个IO 因为Double在内部 我们只是简单介绍了一下 说是我通过Double 他在内部帮我们封招协议 他封招只是说他尊重了做keeper 那他还要发起网络请求 他不能发一个阻塞的 他可能要发一个非阻塞的 那用Io之类的 那他在Neting 因为咱们知道Neting是一个 一部非阻塞的 就是一个框架 他用Neting来去做Io的 主要用Neting来做Io 不是用来做别的 发去一部非阻塞的请求 他发一个非阻塞请求 里面其实内部很麻烦 他大约的原理就是 我们去访问Double Double帮我们打开网络连接 去访问这个ZooKeeper 发送ZooKeeper需要协议的数据 然后ZooKeeper跟我们返回数据之后 Double来帮我们解析 那在中间咱们知道 肯定会需要通过网络通信 网络通信需要流 什么之类的 你到底发同步阻塞的 还是发非阻塞的 或者发一部非阻塞 或者什么之类的 Neting就是用来做 这个流的操作 就是非阻塞流 通过他来发这个 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明白 啊 啊行 嗯 还有是有什么问题吗 好的 明白一下 那没有没有问题的话 我就 我就下来啊 呃我在那个 在那个 那个群里面啊 就是如果大家想要今天晚上视频的 可以去群里找文文老师 呃包括对课程的咨询 也可以去 群里问文文老师 呃我也在那个群里面 有问题的 可以在这个群里面问我就行了 啊 那行 那各位同学我就先下来 呃视频的话等会会转吧 到时上传 明天的话 大家可以找文文老师去要回放 啊 呃行 那我就先下来 嗯 各位同学拜拜